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珍宝海鲜酒楼举行了会长交接典礼 校友进场前第一眼就望见一旁穿着校服的大小娃娃 让大家特别有感而发 会场上也随处可见校友们和影集《嘘寒问暖》的温馨画面 一年半前邓小林接下会长任务 举办过多场大小活动 其中在休斯顿美术馆的一场 从故宫产品谈东西艺术美学讲座 邀请了休斯顿画家刘昌汉主讲的艺文活动 将华人活动足迹带入了美国主流艺术殿堂 扩展了华裔社团举办活动的范围 也增加了中华文化的能见度 这一次线下会长任务 算是为自己一年半的成绩做了一个圆满总结 在一年半前我一夜之间黄豪加深 所以那时候是如理魔兵的战战兢兢 多谢各位的学姐 学妹 姑爷 还有北域民的荣誉校友 让我们办了很多活动 大家跟社区之间有很好的互动 然后校友的能距离也非常好 甚至谢谢您的帮忙 真的非常地棒 同时呢 我要谢谢我们的创立会长 杨真学姐跟祖佩学姐 他们的真知灼见 让我们在37年之后 还有机会像魂娘家一样 在这里情聚一堂 闲话家常 我今天要把这个棒子交给家庭学妹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给她鼓励和支持 让北域民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会长 祝休士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陈家燕处长 主持邓晓玲 及杨嘉玲会长召接仪式 休士顿桥教中心主任 庄雅叔则带来乔务委员会的感谢及出贺文告 今天晚上很高兴来参加我们北域女校友会 37周年的会议 那刚一进门 我就觉得好像回到 学生时代参加舞会的感觉 非常的热闹欢得 北域女校会在这边不仅凝聚了各位校友的向心 同时支持了许多乔务的活动 从我们的每年的元旦国庆升起 我们的北域女儀队就为我们展开了非常精彩的一个儀队表演 还有许多许多乔劫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也都养来在座的北域女校友会的各位好朋友的帮忙 黄袍加深的杨嘉玲上任后随即发表了一段上任感言 并准备了纪念品向卸任会长邓晓玲之一 我们想说所有的传承都是始至于一个很美丽的开始 那我们很多人都晓得当初北域小友会在休士顿是如何成立的 那经过了历代会长每一代秘鹿蓝驴一起山 至于到现今 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每一位不同的会长 对这个可爱的团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代 不断的贯注心血在这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另外是要感谢我们邓晓玲会长 能够将这个美丽的棒子再往下传承 于是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小小的礼物 想要送给邓晓玲会长 从休士顿北域女校友会会长年龄的逐渐年轻化 显示该会平均年龄有下降趋势 而校友会一对的成立 相信是吸引年轻校友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但象征着一种荣誉的延伸 也具备了强化会员相信力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